碧华国中日前在碧华国小音乐厅举办台港国际交流音乐会 包括香港三所学校的中乐团 以及碧华国中和碧华国小的国乐团 进行一场国乐饗宴 各校国乐团团员互相切出观摩 碧华国中国乐团成立至今已经有20年 这些年来孕育出无数的国乐人才 日前更举办了台港国际音乐交流会 和香港三所学校的中乐团互相观摩 主要是拓展视野 增广见闻 因为国乐在我们台湾地区 算是很多学校都有发展的一个重点社团 那在香港他们叫做中乐团 那这样的乐器也在华人地区才有 所以孩子们可以借由不同国家的一个国乐的演出 了解彼此之间对这个国乐的一个诠释 跟演奏乐曲的一些技巧 都可以提升孩子的这个在国乐上面的一个造诣 2013年开始 碧华国中国乐团陆续和香港 上海 新加坡等地的学校乐团 进行交流 学生也因此看到了不同的演出曲风 扩展了他们的视野 这是一个国际交流嘛 然后就是对学生 我们团员们还有老师们就是有助于就是老师教学 然后还有同学学习 就是学习国外的一些音乐啊 就是如果不只是国乐交流的话 跟西乐也是一样 就是可以互相学习 然后切就是切磋一下 然后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这场台港国际交流音乐会 选在碧华国小全新的音乐厅举行 而同样拥有国乐团的碧华国小 也一起参与了这一场盛会 大家透过音乐拉近彼此的距离 记者方健卡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